坤宇剛剛看到的是小馬可市的公開說法 那現在看起來南海的衝突確實是越來越高 對 這個他會講這個話 其實是因為前幾天 有兩艘菲律賓的巡邏艦 往前突穿 突穿到哪邊呢 突破了黃岩島周圍 中國所佈下的一個封鎖線 那是近年來 菲律賓最主要的一次突破 那突破了以後 那中國的幾艘的海警船跟驅逐艦 就把他們包夾起來 然後用那個水炮去衝他們 去轟他們 造成他們的損壞 那我覺得小馬可市現在在講這個 今天講這個話 他不是什麼以德抱怨 也不是示弱 那他是一個chicken game 那他的chicken game 但是這個chicken game 他中間是要有控制的 大家都不想要把他弄到不可收拾 一下子升溫到不可收拾 這比較恐怖的 我們這樣子講好了 他說他不會在菲律賓的軍艦上面 或他們的船艦上面去裝水炮 因為他視水炮為一種武器 那這個意思其實在酸什麼東西 那他在酸勞共 那他酸勞共你的海警船裝的水炮 雖然是水 但是那個我們視為武器 他在爭取道德的制高點 那麼爭取到道德的制高點以後 接下來他才有辦法去 那有充足理由爭取到國際的同情 那或是美軍的資源 或是美國輿論的支持 你看菲律賓人很可憐 那他被攻擊了 那沒有辦法還手 那如果菲律賓也用水炮打回去 雙方就進一步衝突 就升為 那升級為用火力攻擊 這樣子就非戰爭不可 所以在大家都不想真的打的情況下 那我們互相表態互相擠壓 是一定會出現的 但是他不會造成太過不可衝撞的 或不可逆的這種結果 舉例來講 我們為什麼說中國也是這樣子在想的 因為大家還記不記得 前一兩個禮拜 菲律賓總統才 這個小馬克思才落狠話說 我只要死一個菲律賓士兵 在仁愛礁那個事件之後 我只要死一個菲律賓士兵 我馬上啟動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有沒有 好 接下來中國海警船用水炮 衝就衝哪邊 他不太就 不太衝船艙了 原來都對著指揮塔 對著船艙直接衝 直接衝人 沒有 他現在衝屋頂 看這回又是 上一次也是 這一次又衝他的頂棚 衝他的衛星天線 把他最貴的設備給他衝斷 衝他的圍桿 把他最貴的設備 通通衝斷了以後 然後逼著你車隊 然後這樣子就算了 所以其實老共也是在保留面子的狀況下面 大家放軟 大家都在玩這種遊戲 那麼這個是中飛之間現在實質上的一個衝突 這個遊戲還會再玩下去 你放心他一定會 大家都會想出稀奇古怪的方法 我們昨天才在講說 菲律賓現在據說有人要辦什麼遊艇比賽啊 然後目標什麼地方 黃岩島 那個一下子來好幾百艘帆船或遊艇 我看你老公韓語船怎麼衝 而且你衝到的可能都是國際 這個觀光客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 這種叫不對稱手段 或是灰色地帶的使用 然後第二個呢 第二個面向 美軍這幾天呢 這個美飛的這個肩并肩演習已經到了尾聲 然後到了尾聲以後就越來越精彩 那麼昨天出來的消息 昨天出來的消息是 前兩天啊 出來的消息是 美軍不知道在哪裡用C13洞 AC13洞 他這樣去打一支漁船 模擬中共的民兵船 這就表示以後可能在菲律賓呢 我不會以船對船 我派船出去 那我就被你老公的水炮射嘛 那我不派船嘛 好不好 我派AC13洞天上的 你有種你就把AC13洞打下來 那就是國際世界的 對不對 我就圍著這個船 在中間恐嚇 你就跟我們今天金門在打距離射擊一樣 然後就是在船附近弄一堆炮彈 然後叫你趕快趕快離開 那或者是你真的有武裝的狀況 我就把你打成 他也有新方法對付你 好這是一種 第二個事情呢 美軍到昨天左右 那他處理的演習的階段 他是在巴丹島 跟巴布岩島 這個兩個地方有軍事行動 在他們空降的部隊降到巴丹島 大家看到中間有巴丹島的 好這個位置就在巴士海峽的中間 有兩個很重要的島 好這些藍色的圈圈是什麼 藍色圈圈就是從這些地方 最上面那個是恆春 好從那邊畫兩百公里 好那個就大概是飛彈 好防空飛彈跟反艦飛彈 我可以這個cover區域 好你看恆春兩百公里是這樣的 巴丹好兩百公里 巴布岩兩百公里卡加岩兩百公里 好在這些地方全部都把它遮起來以後 那麼整個巴士海峽就封住了 那如果巴士海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之前還在猜測說 美軍會不會武裝巴丹 現在看起來他一定會 他只是可能不見得是長期武裝 但是他覺得他就在跟老共展示 我必要的時候我的部隊就 我就空降在這邊或是登陸在這邊 我就建立一個防衛圈 那如果這個可以建立起來 整個巴士海峽就把它封起來 不論你是水下的 水下來還不一定 但是水上的船隻 還有空中的飛機 那你通通過不來 所以什麼山東艦 你要到台灣東部 好你先過來 好你過不來就沒有用嘛 好那麼還有一個就是你每天在那邊演練 什麼逼近台灣恆春多少多少公里 你逼嘛好你逼近過來 但是你只要過不了巴士海峽 這個這個藍阻線 你就不可能封鎖台灣 所以那這個老共要打台灣 他這個逼迫老共去改變他的策略 跟戰略構想 他原來以為說 我打台灣全世界都不會管 所以呢那我只要把這個台灣 北面宮古海峽南面這個巴士海峽 我把它繞過來把台灣封鎖掉就可以 但是美軍就這個演習都在告訴你說 對不起你辦不到 我也不可能 好給你給你這樣子玩 然後呢 接下來在這個這個 這個圖的最下面 就卡加岩這個在這個下面 靠邊邊西海岸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叫老臥寺 老臥寺 那麼最美軍前 昨天還前天在那邊演習是什麼 反登陸作戰 就離岸五公里 就那個幾十發那個155炮彈就要射過去 標槍飛彈射過去 然後拼零拼雜一堆火力就 就就就往那個地方打 好大家就可以收到一些參考數據 第一個美國人是有反 是有反應過來 他知道說如果我是這樣子在巴士海峽 這樣子佈局 那麼中共合理的戰略就是我登陸旅送 那我去殲滅你這個岸上的部隊 我這樣開放巴士海峽 所以他有反登陸作戰 第二個可以參考的數據 你看美軍的設定是什麼 他其實在地面上的部隊 反登陸作戰的距離 是離岸五公里就開始打 那已經最近的距離了 那個是實驗的 其實應該是差不多十公里到五公里 可能十公里稍微遠 所以他掉了105炮155炮什麼都過去 離岸五公里開始往內打 你一路一路消滅你的部隊 所以我們的國軍應該好好參考 千萬不要再等到人家上岸 我們再來拼刺刀 那不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好嗎